第四,如果是讲义叫做会偏多狂, 这是跟前面定相对的,在这个阵脉里面都有作对的解释。 第四,如果是文句就叫做会胜成烈,会过于超胜,成为烈,烈就是不好,成为倒退的情况。 又比定中诸三男子见识应消,说应明白,这个跟前面相同,不要再说。 会力过定,事与猛力,他的智慧力量太强,超过他的定力,就是会强定弱, 事与猛力,就失掉这个勇猛精进的利益。 以诸圣性发于心中,圣性就是前面身影破之后能见佛心的那种圣性, 把那个心放在心中,自信以语是如圣奴, 因为我跟这个报身佛如圣奴差不多了。 报身佛如此,我现在我也见到佛,我也如此。 这个到底就是跟第一所说的情况相同。 这少为主。 诶,我现在见佛了,这就行,不必再往前。 这少为主。 使民用心往事恒生。 他用心的时候,往事, 就是把这个恒生施量的那种功用,把它施掉了。 你以知见,是成立于自己的偏邪的知见,是错误的见解。 这种错误见解,以为自己就是佛,那错误的。 悟者无救,能提悟就不会有过久。 悟为圣证,不是正道圣佛。 若作圣洁,这有下列意知诸谋,入其心佛。 见人自言,我的无上第一地,是亦真受当兄同罪。 如果认为,你真正就见佛了,我跟报神佛一样了。 身体这种的圣洁的话,那就成为有下列的意知诸谋。 很容易知诸的谋。 这个谋也是过去修行失败。 堕落这种的谋境之中,现在它就变成这种谋, 专来遥乱修行人,如果是容易知诸的这种人, 它就肉欺欣服。 它一旦磨入心之后,看到人,自己就说, 我已经得到第一亿地。 第一亿地就是究竟佛果的这个境界。 我已经得到了,这是妄说。 事与正受,失掉正知正见的正受, 当成伦罪,同时就是汇与罪。 这是从许寿而上。 因为身欢喜心,许寿生许这种的观念。 这是在古代的朱节啊, 它引用这个中文下的一句话。 例如,原语法师讲义里面,它就这样说。 只是过于尊重己灵, 即古的所谓太尊贵生也。 这个解释。 它说因为这个人太过度尊重自己的灵性。 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太尊贵生。 太尊贵生这一句话, 是中文下的这个仪惠。 假如对中文的道理不懂, 看到这句话也莫名其妙。 太,就是大字加一点的太。 尊贵,就是很可尊可贵。 生是生死的生。 这是太尊贵生。 如果只说太尊贵生, 在明朝末、清朝初, 那个时候啊, 一般中文下的语词啊,很普遍。 很流行。 一般残佛子出家人, 大字都能说。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像正脉啊,职长啊, 他们也用这个太尊贵生这一句话。 在那个时候, 他们这样写啊, 人家就懂了。 一看就知道。 不用解释。 可是到了现在啊, 不但你不懂, 我也不懂。 因为我们都不是中文下的人。 对于中文的语惠啊, 我们平常都没有用惯。 别说是自己要了解啊, 听也没有听过。 各位, 你曾听过有人说太尊贵生, 说过这个话吗? 从来就不曾听过。 呃, 指长很负责。 啊, 这个, 这个, 新教书年的这个, 打天通礼法师啊, 他做的楞远进指长书, 他虽然在注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尊贵生 可是他另外有四义 执掌四义 达天通离法师他另外有一部这个愣眼睛执掌四义 这个四义啊 就是把他这个十觉愣眼睛的注解里面 有些偏僻的这个典故 或者有关历史的问题 他都提出来一条一条的加以说明 那么他把这个太尊贵生也要提出来 也有说明 在他的这个执掌四义里面呢 有说明 不过这个跟其他的说明不同 什么不同啊 说明照样不懂 照样不懂 在注解里面知解太尊贵生 我们不懂 可是他在四义里面加注解的太尊贵生 我们还是不懂 为什么他这里还是不懂呢 因为他只是把这个 说太尊贵生这个人的这个人民历史实际情况 当时什么人说 当时什么人说 说出来而已 他最后就是说 就是这个两个人在问他了 请和尚问 四义 起不出入 三义 太尊贵生 是来开除同共构下 没有解释 太尊贵生还是保持在那边 还是没有解释 照样还是不懂 他那个事意我们不懂 因为这个太尊贵生不能注解呀 为什么不能注解 这是中文一样的东西呀 他们讲 他们可以懂 我们不懂啊 我们讲了也还是不懂 因为这是他们的事情 他们的内心话 你根本不懂 就这个好像什么 我举个潜力说 好像江湖人讲的江湖的术语呀 江湖话你根本就听不懂 什么江湖话 演戏的 唱外台戏的 还有做宰光呢 他们有有他的这个 特殊的言词 这个钱 他不叫做钱 他叫做方 方 方向的方 无 他叫做 没有 他叫做王 我们 我们这个北部啊 就是 出出光府之后 大概民国三四五年吧 到处都是演外台戏 我 我住在四头山 四头山对面有一个小 小村子 叫做南富村 南部啦 开南部 那么那个地方演演外台戏啊 他演了三台外台戏啊 没有人奖赏 一个 一个钱的奖赏都没有 因为没有人奖赏啊 他们喊气馁 很不高兴 无到这个地方来演戏 没有人奖赏 因此啊 他就写个对联 贴在这个外的这个戏台的地方啊 他怎么写呢 这客家话念才才行 台南部拼 Franz tai nan 台南部拼ovan 这个地方太穷了 没有钱 赚赚反汪放 这句话谁都不懂 他的这个 这个江湖涉鱼啊 汪放就是没有钱 汪是无 赚赚反汪放 赚他没有钱 只是会看而没有钱 就是一点奖赏都没有 他没有拿到钱 外行人看 根本莫名其妙 什么叫做赚赚反汪放 那行人一看就知道 你们这些穷鬼子啊 都不给他钱 没有奖赏 他这个情况 就是跟那个反汪放差不多 你外行人根本就看不懂 他说的什么 根本看不懂 所以 这类话呀 假如在平常时 不是对中门有功夫的人 根本就不懂 太宗贵生 太宗贵生 我们平常不是在修餐餐 不是中门下的人 那注意这个 所以我们不懂 没有办法懂 所以他注决 注决照样不懂 私意里面的注决照样不懂 为什么照样不懂 因为那个根本就不能注决嘛 不能注决 只是把那句话 从哪里来 谁说的 把它编出来就好了 这就算 执掌最负责 最负责任 一点不麻布 就是不能注决的 他还是照样把它写出来 那么普通一般就不肯这样做了 这是第四 接下来第五 立贤生油 讲义叫做立贤生油 这个偶尔大师叫做失手生油 看出经文 又比定中诸善男子 见 谁应消 受印明白 心正未祸 故心已亡 历难二计 自身兼贤 一心浮染身无尽油 如坐贴窗 如云毒药 心不欲活 长求一人令害其命 早取写脱 此名修行事与方便 悟着五旧 辉为圣证 若作圣洁 这有一份长游愁谋 若其幸福 手之刀剑 自割其肉 心其舍受 或长游愁 走入山林 不耐见人 事与正受 当中轮追 这是从游受生息的问题 又比定中诸善男子 见 谁应消 谁应明白 这个不用说 跟前文中相同 所正未祸 故心已亡 这两句话又有文章 所正未祸 按照这个讲义里面解释说 心正未祸 故心已亡 他这个讲义里面 心正都写出心静 都是错误 连两个心正的政治都写出静子 他解释说 受孕显现 而未能用 故意啊 心正未祸 经文叫做心正未祸 为什么叫心正未祸呀 因为啊 受孕已经现出来了 受孕已经现出来了 可是呢 我还没有能力去破它 所以没有心正 所以说未能用 生意破境 至此无疑 故愿 故心已亡 所以生意已经破境了 到底到这里吗 生意已经没有了 所以故心已经亡了 这个一般的解释啊 都是这种说法 就是说 生意破境 所以是生意已亡 那么 这认为这种的说法 都认为是 以亡跟前面的故居 归是故居 好像看起来都是相同 就是生意是破了 可是呢 我退不回去 受孕又打不开 就发生这种的情况 这句话 也是个问题 应当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人呢 跟前面第三的 归是故居的情况不一样 这个故心已亡 不是说他退回原来的 这个地方 又是失掉他原来的 这个所谓 身影 不是说我要回去 又不能回去了 我忘记 前面有没有了 不是的 这个人呢 他在破身影的时候啊 经过九牛二福之力 非常非常困难 虽然已经破了 虽然已经破了 可是他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才能够把身影破了 因此之故 他前面那一种破身影的心 现在啊 已经不敢再想了 故心已亡 就是他想到前面破身影的困难 这个特别注意啊 这个特别注意啊 诸节里面是看不到的啊 他想到他前面 破身影的困难 哎哟 这么难 我花了九牛二福之力 才能够把身影破了 现在啊 再往前看受影 好难哦 要受影 我怎么能破你 我实在没有能力 所以叫做 利难二纪啊 自身艰险 利难 经历过前面的身影破除的难 再烂着看 再看前面的受影 我有能力去破它吗 纪 边纪 身影的边纪 我 亏了九牛二福之力 才过来了 再看后边受影 哎呀 这么难 啊 我想起来 我前面破身影的困难 现在想到破受影 一定是更难 更是艰难 更是险阻啊 自身 尖险 想到后边要破受影啊 更艰难 更险阻 更困难 这样解释 所以这个跟第三的退尸过去完全不一样 前面的退尸过去 它是声音很容易的破 破了之后到受影啊 它想一下子就跳过去 结果跳不过 跳不过 掉不过 掉回来 就在原位啊 在哪里打转 这是第三 现在这第五啊 它是前面 破身影啊 汇到九牛二福之力 非常非常困难 虽然今天已经把 把身影破了 可是 实在太困难了 想到前面的难处啊 看到 这个看到顺子 就以为就是蛇 想到前面受影要破 就觉得很困难 哎呦 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假许觉得这个很简单 很显著 这个念头一动 糟了 魔就要出现了 这是因为它犹愁 这心太重 一听不然 生无尽有 由魔就进来 它心里是神奇 这无尽的犹愁 否则这个文字怎么讲 所以 其他的诸解 你要看这些道理 老实说 找不到 不是说我老慧心 又小聪明 我有我一套 这是我下的功夫出来 这必定不是说 它有什么 跟前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看不相同是完全错误 因为它破身影 是非常非常困难过来的 现在要破身影 想起来就害怕 想起来就害怕 所以自身见险 心中甚至不定的犹愁 想到要望前冲 如坐铁床 很辛苦 想到前面的困难 好像坐在铁床里面 如饮毒药 好像吃毒药一样 心不欲活 说 哎哟 无患算了 能宁可结束算了 长求一人令害其命 早起血脱 他以为要死掉算了 动了这个坏念头 动了治三念头 求人把他的生命害掉 叫人来伤害他 早起血脱 他以为一死百了 实际上并不然 实名修行事宜方便 修行在用功的时候 失调方便 悟者无救 辉为圣神 印章下面还有绝了不明 酒之销陷 可能是烧血漏掉 碰到这种情况 但如果你认为这样是对 那就很可怕 主族圣洁 这个圣洁不是说圣人的见解 而是说你认为这样是对 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话 这有一份藏油筹磨 藏油筹磨酒入来了 入其幸福 手之刀剑 自割其肉 心其舍受 自己拿着刀 拿着剑 就割自己的肉 这是磨入心才会这样做 或长油筹走入山林 不耐见人 或者是跑到山山里面 长长油筹 不敢看人 也失掉自己的症受 当种伦罪 修行修成想自杀 可怕 活在世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 比丘界 那个 阴沙大王 那个沙界里面 就是因为比丘自己 修这个不敬观 修了这个 厌离这个身体太严重 觉得这个身体太可怕 太厌离 因为过度厌离啊 就求人自杀 所以当时 婆丘河边有六十个比丘 在那里修不敬观 修成呢 就觉得这个身体很可怕 想要赶快把它消灭掉 那么因此有一个比丘啊 从前是个筷子手 后来出家 他是杀人 只是习惯的 他拿着刀 比如说 如果有人要写 我来帮助他 他就先杀了一个人 杀了一个比丘之后 他拿刀拿到这个水边去洗 他心里后悔 我出家人 为什么杀人啊 可是这个时候 魔啊 就从水里冒出来 啊 对对对 你这样做很对 如果有人要自杀 你就帮他 帮助他 解决他的生命 你以后有大功能 给摩执一扶约 一赞叹 他就真的就做了 回去就说 谁想要写的 来我来帮助他 那些这道不敬观的人啊 就来 头就伸出来了 来 站他的头吧 因此他杀了六十个 杀掉六十个比丘啊 这个解一下的时候 佛看到比丘少了 就问了 为什么你们比丘那么少啊 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说有个比丘啊 他的修不尽管六十个 就被这个某某 把他杀掉了 所以会少 佛难道叫你修不尽管 就叫你舍命吗 并不是如此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这个戒法里面是另有因缘 我们不必 现在没有时间再说 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佛 虽然说不尽管了 不说舍命 不能把生命丢掉 只是知道不尽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因为修行 而修成自杀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因为法说不完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 就是讲到第五嘛 关于这些事情 不说 大家也明白的 就是第五讲完 下次讲第六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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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王 慈悲开始 翻唱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唱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